讲给孩子的西游记 是谁呢 嗯 没错 就是特别爱吃的猪八戒 那这节课里 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流沙河收服物境 好 他们离开了高老庄之后呀 唐僧师徒他们一起继续往西走 这一天呀 他们走着走着 遇到了一条大河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那这条大河 特别的大 一眼连边际都忘不到 而且河里的水呀 特别的浑浊 悟空呢 跳到了天上 一看 这条河呀 有多大呀 原来它有八百多里 可是 竟然连一艘能够渡河的小船都没有 悟空落在地上 心一想 这可怎么办呀 这么大的河 没有小船 师父可怎么渡过呢 这时候唐僧发现河岸上立着一块石碑 在这个石碑上刻着流沙河三个大字 哎 旁边呀 还有几行小字 刻的是八百流沙界 三千弱水深 鹅毛飘不起 炉花定底沉 哎 这几句话的意思呀 就是流沙河特别的险峻 谁都别想过去 那这可愁坏了大家了 师徒们正在看这个碑上写的字的时候 只听见轰延一声巨响 从河中跳出来一个妖怪 这个妖怪长得又丑又凶 头发特别的蓬松 眼睛像大大的灯泡 他的脖子下面呀 还有一串特别可怕的骨头项链 哦 他举着宝杖 向唐僧猛地扑了过来 悟空看到这个情况 赶紧抱起师傅 往高处跑去 八戒呢 也举起了他的钉耙 和这个妖怪进行对打了起来 打了二十几个回合 谁也看不出来 到底是谁赢了 谁输了 哎 刚才说了一个词语啊 这个妖怪有个什么样的头发呢 嗯 特别蓬松的头发 蓬松呀 就是形容特别的松散 特别的杂乱的样子啊 比如说草 绒毛和头发 可以用蓬松来形容 那我们来看看 下面哪种可以用蓬松来形容呢 A还是B呢 答对了 正确答案就是A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悟空呀 安顿好了师傅之后呢 哎 拿着金箍棒 就来和妖怪打架了 妖怪一看 居然是孙悟空 哎 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可不好惹呀 他吓得急忙转身 钻进了河里 他知道啊 孙悟空并不太会游泳 所以啊 在河里一定是安全的 悟空和八戒呀 他们没有办法 只能回来了 回来之后呀 他们拜见了师傅 说明了情况 唐僧说呀 这条河又大又宽 我们不可以随便地和它对打 我们得让实水性的人 来和它打才行 要不然呀 我们可能打不过它哦 哎 谁游泳比较好呀 谁在水里比较厉害呢 哦 原来是我们的八戒 八戒当年 可是统领天河的大元帅呢 水性特别好 于是呀 他就拍拍胸脯说 我来 让我去吧 哎 八戒和妖怪呀 就在水里打了起来 打了一仗之后呀 河面卷起了非常大的海浪 那打出水面之后呀 八戒就假装打不过它了 要逃跑了 哎 它要干嘛呀 原来它要把这个妖怪呀 引出水面 让悟空去打它 可是没想到呀 这个悟空啊 太兴急了 妖怪刚刚露出水面 悟空就一棒打下去 没有打招妖怪 还把妖怪给吓跑了 又钻进了河里 再也不肯上岸了 这可怎么办呀 嗯 他们两个人看见 捉不住妖怪了 只好回来告诉师傅 唐僧听了 特别的担心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过河呢 悟空说 看来还得找观音菩萨 于是呀 他就驾着金斗云 奔向南海 去找观音菩萨帮忙了 菩萨说呀 那个妖怪 他本来是天上的卷帘大将 因为在盘桃会的时候呀 打碎了几个杯子 就被玉帝 扁到凡天 哎 惩罚他一下 变成了妖怪的样子 后来呀 在我的劝说之下 答应了保护唐僧 去西天取经 我还给他取了个法名 叫沙悟静 哎 观音菩萨说完之后呀 就指派他的弟子 慧安 随同悟空啊 一起去了流沙河 好 那慧安呢 和悟空一起来到流沙河 慧安就按照菩萨的指示 在河水上大声的喊 悟静 悟静 哎 取经人就在这里 你快出来吧 听到有人叫着 观音菩萨次的法号 妖怪明白 嗯 是我要遇到的取经人来了 就赶紧从水底钻了出来 他听了慧安的话 嗯 说愿意做唐僧的徒弟 刚才我们说 慧安听了菩萨的指示 那这里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呢 有三层意思 第一个是指给别人看 第二个就是地位高的人 和地位低的人 告诉他的一种原则和方法 第三个呢 就是指指示下集或者是晚辈 说的话或文字 那在这里 慧安听着观音菩萨的指示 是上面的哪一层意思呢 嗯 非常棒 对了 就是我们的第二层意思 上集对下集 或者是长辈对晚辈 说明处理某个问题的原则和方法 一般是地位高的人 对地位低的人的一个动作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唐僧呀 为这个悟空剃了头发 因为他的头发特别的蓬松啊 而且不太卫生 不太干净 唐僧啊 就帮他剃了头发 还给他取了一个别名 叫做沙和尚 接着沙和尚就按照观音菩萨的旨意 把他脖子里带的那串可怕的骨头项链 放在了水里 然后呢 把慧安带来的这个葫芦 放在的骨头项链的中间 那这样骨头和葫芦 立刻变成了一艘宝船 他们师徒几人啊 就开始登上了这艘宝船 八戒扶着唐僧的左手 沙和尚扶着唐僧的右手 悟空在后面牵着马 这样他们就平安地 度过了这条又大又宽的流沙和 好 那我们的故事讲完了 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 第一个小问题 挡住了唐僧 悟空和八戒鹿的和 叫什么名字呢 A 亚马逊和 B 流沙和 非常好 正确答案就是 B 流沙和 那第二个小问题 河里的妖精用的是什么武器呢 A 宝藏 B 雷神之锤 哦 是锤子吗 当然不是 正确答案就是 A 宝藏 非常好 最后一个问题哦 妖精以前在天上 是什么神仙呢 A 卷帘大将 B 天鹏元帅 是谁呢 太棒了 正确答案就是 A 天鹏元帅是我们的猪八戒 对不对 好 这节课我们了解到了 在他们的取经队伍里啊 又收到了一个成员 他的名字叫做沙僧 那 词汇我们学到了 有蓬松 还有指示 两个词汇 蓬松的意思 就是比较杂乱 不顺话的样子啊 指示呢 一般是指 上级对下级 做的一些命名 或者是一些指引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节课 还有更精彩的故事 等着大家 再见咯